兄弟们,米虎佑这次更新虽然断章断得不地道 但是主线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忍不住了 赶快来挖一下有哪些 首先和主线的影子对话 编剧通过声音明示了这个女生就是静流 而通过主线之前的剧情可以得知 历代龙墩都是长一个样子的 所以这里指的女子旁的她应该就是指的白露 并且从静流的语气可以听出她和白露的前世很熟 还这么关心转世后的白露 结合警员角色语音中对白露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出白露的前世大概率是因为受到了隐约之乱的影响 过得不是很好,暴论如下 白露的前世就是至今还没有任何线索的云上无霄第五人 并且是任那个被毁掉的挚爱 所以通过排除法可得,任的三个代价就是单横 她自己和静流 关于任也是在主线剧情的影子里面有这样一句对话 记住,只有一个神诚 我可是短生中啊 你觉得一个神诚很少 虽然有点知道答案编题目的味道 但这个印心很有可能是任 原因如下,声音相似的就先不讲了 根据奶妈套的说明,任是一名刀将 而宋印心是天宫开悟的作者 所以这也算是米哈游的又一个国学彩蛋吧 所以任本名是印心 一个印心,一个隐乐,真的是太大了 同时任也是来仙舟求学的画外名 至于他为什么能长生 是因为获得了疏忽的赐福 而这个赐福大概率就是这个时候被丹丰拉过来研究剑木导致的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全仙舟的池民族包括各种龙狮在内 只有大丹横和白鹿有长脚 结合剧情推测一下 只有龙尊传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头上长脚 这个脚呢就是类似皇冠一样的东西 还有列车上的广播更新了 16号原住民在树虎破季前的浩劫中幸福之间 并于过久前在一群无名客的帮助下成功结束了大汗潮